好这个0918震灾重建的进度一直是地区的关心问题 尤其是地方民意代表们玉里镇民代表会副主席江文博 就针对县政府核准的270万元的路面铺设工程进度来直询政工所 也要求时间表出来尽快铺设来还给居民型的安全 0918震灾重建进度一直是地区关心问题 尤其是地方民意代表们玉里镇代表会副主席江文博 就针对县府核准的270万元路面铺设工程进度咨询工作 并要求时间表出来尽快铺设还给居民新的安全 镇长270万讲坦白话 你要目前我们这破破烂烂的 你这样補破烂也不够 除非你把那个500万拿起来一直补破 你这样子270万真的坦白话 没有啦270还有刚才一个220他500万左右 到4000多才准了270多 70万 都要20倍吧 差不多20倍 如果那270万工程会再下来的话 将近1000万的经费我们目前500万先做 然后220万也来做 如果270万经费再下来做之后 我想把目前这个工程先来执行完毕 如果我们真的有需求的话 我想下一任的镇长可以要建议一下 再跟县政府要必要性的马路的一个铺设 我想我们目前的执行能力 这些经费包括我们现在2000多万的一个经费下来 这个目前的执行的这个厂商的一个协调啊 包括厂商的一个腰标这些啊 目前都还蛮吃紧的啦 江文博表示 270万元要铺设整个玉里镇的铺设道路真的不够 所以要求政工所能够多跟中央争取经费 不只是地震灾后导致路面不安全之外 还有之前的案子也都还没有完成铺设路面工作 目的就是希望给民众一个安全的道路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